嘿唷 聊世紀 天天中不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印度世代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的天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用攻兵最快的攻擊速度的文明 而且30代手可以獲得100黃金跟100肉 這個加成讓他前期的經濟非常不錯 所以伊索比亞人在團戰也是蠻常見的 伊索比亞人還可以免費自己升級重裝長槍兵 這個效果在單挑的阿拉伯來說是相當實用的 伊索比亞人還擁有強力的投石車跟火炮 落彈範圍非常的廣 所以當成流彈炮來用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介紹一下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村民相當便宜 遊戲裡面最便宜的村民就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是比較相對吃黃金的文明 他的關鍵兵種都是黃金兵 垃圾兵沒有太大的強化 只有大肉碼可以用 還有這個戰毛兵 印度斯坦人他的火槍有加兩點射程 也是射程最遠的火槍文明 古拉姆打工兵單位有串燒效果 而且高遠防 所以印度斯坦人遇到工兵也沒問題 遇到騎兵的話就直接使用帝王若瑣 去壓制對手也沒問題 所以整體來看印度斯坦人 是非常吃黃金的文明 只要把印度斯坦的人黃金給空下來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競技場兩邊會怎麼打 那通常印度斯坦人打競技場 打一個開農策略都不會太差 但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打開農策略沒有去搶生物的話 中後期還是有可能會因為 生物差距而輸掉比賽 所以印度斯坦人在打競技場來說 還是會比較去選擇搶生物的方法 會比較常見一點 畢竟他有這個大幹道 可以增加10%的黃金收入 這個能力是連生物都可以吃到加成的 所以競技場的印度斯坦 通常是不會去放棄撿生物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看到刺猴 現在已經在探路了 那伊索比亞人這邊沒有很早出去探路了 那印度斯坦相對早 兩邊的一個策略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野豬 趕快吃掉 左邊這邊稍微探路一下 看起來沒什麼東西 好 伊索比亞人這邊把果汁捕到四個人 好 開始打農田了 可能怕上不去喔 原來他打的是一個21匹 極限深層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伊索比亞生死帶死 會獲得一百精一百弱的關係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能力去跳層 那這邊只要全力去採木頭跟食物就好了 黃金呢 因為競技場的關係 是不需要點織布技術的 所以可以更快跳到這個城堡時代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直接7個人挖伐木 OK 那這邊伸上去 很快要肉直接跳上去喔 哇 725 21匹 這什麼鬼 好扯 21匹 然後也沒有閒置 產生中心也沒有閒置喔 OK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打了一個24匹喔 感覺上是慢了一點 慢了大概一匹左右 他應該是可以23加2上去的 好 這裡是下冰宮廠跟修道院 那伊索比亞呢 這邊是下了冰宮廠跟士吉喔 那如果是下士吉的走向喔 就不太像是走這個 洛馬了 洛馬當然這時候也是可以轉 但是有可能會慢了一點 因為你的修道院會比較慢下一些些 黃金可能會來不及彎喔 當然因為這個是極限升封建時代 然後再升城堡時代的關係喔 通常會採取一個3TC開農策略喔 而不是走一個洛馬配上修道院的開局方式 也就意味著喔 他要3TC開農上去打一個經濟壓制喔 然後放棄聖物的打法 那伊索斯坦呢 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個伊索斯坦在競技場來說 大部分時候是不會去放棄聖物加成 因為他是一個黃金非常吃重的文明 結果伊索比亞這邊洛馬是打輸了對手 好 3TC也開出來 但是被對手偵察到囉 看到這裡有一個城鎮中心 好 那伊索斯坦這邊也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這邊為了要補修道院喔 3TC是沒有辦法那麼快補下去的 然後這邊是優先補了一個 二級伐木 流程來說都是相當正常 沒有太奇怪的地方 那伊索比亞這裡是打一個3TC開農 那當然喔也有可能是3TC開農之後 再去轉這個修道院 有洛馬這個選項 但通常喔會落後很多喔 而且你的優勢喔並不是那種巨大 可能要直接轉槍並配修道院喔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喔 因為你的這個3TC呢 肉量消耗太多了 直接用這個伊索比亞的免費升級 可以重裝長槍並且效果去壓制對方落馬 打一個被動減生物喔 可能會比較適合3TC後轉減生物的方法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是決定沒有打算要去 尻生物了喔 直接拿村民出來打架 想要圍生物嗎 這個感覺有點硬要囉 夠麻這邊打個一下 OK 村民被逼退了回去 我覺得這裡有點過分硬要了 不太好 這個 拉五村民去打這樣的事情 是很OK 好 村民最後還是死去了 但還好這邊TC閒置喔並沒有很多 而且伊索比亞人這邊是被對方 印度斯泰姆的頭石車給壓制喔 因為他知道伊索比亞這裡是3TC開的 而且城中心開在很外的地方 才可以這樣子用頭石車去壓制對方的城鎮中心喔 這一點他就做得很不錯了 那這裡伊索比亞可以考慮開第二個城鎮中心喔 或是趕快挖城堡出來 趕快插在這個位置防守或是這裡 都可以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插前面的位置 他選擇插在後方 好 這邊應該是修得回來 城堡蓋好 好 剩掉一台頭石車 但這台就解決不掉了 那這裡伊索比亞人可以轉彎道勇士 或是頭石車進行反制喔 有兩個走向方法 彎道勇士是比較派速深層喔 但缺點是很容易斷存喔 哇 果然斷存了 好 這裡為了要反制頭石車的關係 選擇安歇彎道勇士斷冰 斷存喔 所以現在村民術呢 少爺會被印度斯坦給追上 但印度斯坦這邊也是很快就收手了 並沒有繼續攻擊 但也很順利的拿到五個聖物 伊索比亞這邊是打了一個純龍 開城堡防守的策略 好 這邊彎道勇士出來 但是所有的僧侶都已經在城牆後方了 好 這邊打掉一隻雪豹 好 這裡彎道勇士開始拆除工程器製造所 好 最後兩邊 好 稍微收進去工程塔裡面 OK 難道這個是彎道勇士硬工程塔 放進去 直接衝進去抓僧侶 僧侶直接被爆砍一波 玻璃大砲 傷害就是這麼痛 但吃到一把頭石車 只被點掉了一隻 哎呀 安歇彎這邊本來趕快想要上地勇士帶 轉這個火槍出來 結果這裡還是被溜了個洞進去 但還好彎道勇士的缺點喔 就是完全不耐抗箭矢 很容易就被城鎮東西給射掉了 防禦是全領的狀態阿 好 這裡想要直接把松給尻出來 這邊轉駱駝 欸 不要開玩笑阿 轉駱駝是決定打不贏的阿 肯定打不贏 快逃快逃 但這裡沒有放棄 這兩個 射箭場的喔 還是沒有放棄的 好 那上方的修道院終於鎮除掉了 現在五生物被打噴了出來 總共有非常多的萬島勇士 在砍這個成人 這個消的非常快速 OK 順利消掉了 五生物 氣掉 怎麼辦阿 所以趕快要不要轉修道院 有 轉修道院了 但印度斯坦這邊已經升到帝王時代了 但伊索比亞順利的也村民反超了回去 現在是3TC繼續農 那印度斯坦這邊由於升帝王時代 村民稍微弱厚了一些 但火槍也已經補上了 火槍補上之後 待會就可以 唉唷 這邊 工程塔 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進不去 因為這裡不是城牆 而且城牆後方已經用防止堵住了 所以現在工程塔 沒有辦法越過這些地方 但這裡好像可以 但他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看到 這個是城牆後方 那不然就是要繞到左邊這個地方 再溜進去 好 伊索比亞這裡點了帝王時代之後 補下了銀罐技術 黃族血脈 那黃族血脈這個科技呢 可以對騎士單位減少3D的傷害 還有這個自己的 這個彎道勇士的生產速度 當然他的駱駝也會增加 但彎道勇士應該是會繼續出 不會出到駱駝 駱駝去打帝王駱駝好像怪怪的 我個人認為伊索比亞的駱駝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還是不會出的 畢竟他沒有品種跟這個 三級馬卡 但很奇怪的是 伊索比亞他的駱駝是可以打的 所以要不要打這個大駱馬 就有點因人而異了 畢竟大駱馬的基本血量還是有75滴血 那我個人是覺得主要還是打工兵 配這個槍兵 然後再後轉大駱馬 可能都還不遲 好 那伊索比亞現在用彎道勇士 開始反推了回去 開始掌控了主動權 這邊僧侶過來撿生物 還是要順便招翔下火槍呢 撿生物優先 反而聖物 完蛋了 呃 被射光 哇 最後只撿了一個聖物 這裡彎道要硬上嗎 硬上了吧 還是要坐車 沒時間解釋啦 快上車啊 好趕快修一下衝車的血量 稍微修理一下 OK 這邊衝車往前頂 就可以把這個彎道勇士給放出來囉 好這時候印度3把前面的馬就開始補了起來 好彎道勇士想要上前 趕快圍 有來得及嗎 哎呀來不及圍起來 後面還是被溜了過來 彎道勇士直接往前貼到了火槍兵 火槍兵射彎道還是很痛 哇靠 直接秒殺彎道 這個就是 玻璃大炮啊 但還不錯 這邊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火槍傷害 那你就閃看到這裡彎道非常大 有點害怕 開始轉出了城堡 彎道勇士這邊一直往前 欸 很煩 摔一刀 哇來不及收到這個火槍 好最後生物 還是順利的搬到了前方的修道院 要不要出去往後搬喔 這個有點看情況 我是覺得往後搬比較好 但 有時候戰況不允許喔 沒有那麼多手術可以往後搬喔 現在趕快掌握更多的經濟喔 然後把前線控制喔 更重要 那伊索比亞可能會在修道院附近喔 這裡補一根城堡 守修道院之外 也可以控制印度斯坦的黃金喔 那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印度斯坦這個是 非常吃重黃金的文明喔 所以基本上喔 只要控制他的主金喔 跟右邊這塊附金喔 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紋 不太可能會有翻盤機會了 但很明顯 現在伊索比亞是被壓制住的狀態喔 伊索比亞這邊是補下了三級伐木還有弓兵鎧 可能還是要走一個強奴路線嗎 還是直接走戰毛兵 壓制馬弓跟火槍策略 但不管哪個策略來說 我覺得伊索比亞走戰毛配彎道 還是對印度斯坦來說是偏好打的一個打法 好 結果生物要往後翻了 看起來是要棄前線喔 印度斯坦這首點下的大幹道 攻城塔搶武生物 哇 這個有料 這個非常不容易喔 印度斯坦我這個想法在 好 這個房子一直在這邊吸引戰毛兵的傷害 好 火幫洛馬趕快過來看一下 好 這時候印度斯坦點下了大洛馬升級 伊索比亞這邊再次使用衝車的攻城塔 繼續往前推進 火槍這邊直接被堵口 哇 彎道堵城門 你敢信 哇 這個這邊城門 趕快把衝車這裡的彎道 載進去攻城塔裡面 那裡面的彎道已經被射光囉 好 這邊要再閃一下嗎 好像要想一下喔 還是要去打前方大洛馬 後方的火槍 開始反擊回去了 好 戰毛兵 開始反打 OK 順利收掉 好 左邊馬弓過來 好 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三級 攻兵砍架還有弱馬升級 OK 不是肉馬升級喔 這個 馬凱升級 好 印度斯坦這邊大洛馬升級 已經 大洛馬升級好了 但大洛馬一座還是擋不贏 對方彎道的喔 而且伊索比亞也是有擊兵的 所以待會可以去思考一下 該怎麼轉出來 自己該防守兵種 好 這根城堡蓋在前線 伊索比亞沒有辦法控制住兩個金 但是印度斯坦先守下了這塊金喔 在兩塊金守住的話 印度斯坦就有大量的黃金可以用 大外可以轉出火炮去壓制對手 但伊索比亞這邊是火炮更厲害的文明 所以應該是暫時不會出火炮 巨頭先出 後轉火炮的一個策略 好 那如果伊索比亞看到對方有轉火炮 或者是轉這個巨頭司機 火炮也是要先轉出來的 伊索比亞這邊是優先點下了法學 還有這個三級弓 這邊還是要去思考一下 要不要轉弓兵這件事情 但如果後面要轉火炮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需要去轉出弓兵單位來 是去轉這個彎道武士 配上戰毛兵先稍微夾住 後面再次火炮加上扭力彈射器的效果 進行打擊會更適合 畢竟對面已經轉火槍跟馬弓的狀況下 你轉出扭力彈射器的火炮 反之對手的後排單位是相當好用的 對手印度斯坦不太可能轉出駱駝跟古拉姆 去反制彎道勇士 只會出大肉馬的情況下 伊索比亞彎道勇士就會比較有一個很好的扛線能力 以正面衝出來一看 伊索比亞是有優勢的 這個對局來說的話 後面這個僧侶有點損失掉了 哇這個兩刀一隻砍很快 沒有這個神聖思想 OK 印度斯坦這邊是補下了三級弓 伊索比亞是點下了三級弓兵鎧 戰毛兵的血防禦來到最高 那印度斯坦暫時就用火槍加火炮 加弱馬策略去反擊對手 那印度斯坦這邊要打伊索比亞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一些寶推啊 或者是火槍還是要更多一點 正面單位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洛馬農田要不要撒更多一點 轉更多洛馬反擊 換你就是要轉頭石車或奴炮 但這兩個選項是比較困難的 對方伊索比亞或是榴彈炮 反制共產器單位其實是很快速的 伊索比亞這邊的策略就可以簡單一點 直接大量玩到往前A A就完事了 也是可以考慮的 結果伊索比亞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大衝車 哇 直接Déjabu往前開A 火槍兵開始反擊回去 火炮往後打了一發 火槍兵損失了一些事量 但是衝車直接頂到了後排火炮 火炮被頂到一下子之後 馬上把車上的乘客給卸了下來 哇 一堆彎刀直接砍爆了火炮 火炮這裡直接爆炸 這裡衝車可以往前頂 伊索斯坦這裡的防守 算是做得還可以了 暫時沒有問題 但火槍數量還是要繼續起來 但火槍要出肉碼情況下很熔斷熱 所以剛剛才想說要不要提升一下農田數量 至少來到六七十片田 火槍跟肉碼會出得更安定一些 現在反而是處於黃金非常多的狀態 是比較難打回去的 但打持久戰來說的話 印度斯坦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OK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 不要急 趕快鞏固這個陣地戰 那伊索比亞這邊呢 只要一波帶走對方 就可以死拿久穩了 那一波最好的打法 就是用這個衝車啊火炮啊 直接A過去 A就完事了打法 會更適合伊索比亞現在的狀況 畢竟火槍這東西是比較 攻速慢的 打一波的話是有點會被打得錯手不及 好 衝車往前頂 彎道開始往前砍 哇 這裡非常多彎道開始往前 但是後方有一台工程器 工程塔在後面直接爆炒後方的火槍 火槍直接吃了大量彎道的傷害 直接砍死了一整排的火槍兵 右邊的彎道也是砍爛了一個 砍爛大量的村民 後面想要組成戰法守護巨型頭司機 但是看起來有點困難 後方的城堡還是被巨型頭司機給拿下 當然伊索比亞這裡沒有轉出火炮的關係 誰暫時火炮只能用火炮 用這個巨型頭司機反擊回去 還有用彎道弧勢 果然伊索比亞直接一波彎道壓制 是最好的打法 這邊就是閃這邊 直接被打一個錯手不及 但是黃金還有 肉也有 繼續轉火槍 往回去守住後面這一塊黃金的話 還是可以有機會的 那伊索比亞打回面裡面有黃金的問題 所以先請轉出了槍兵 擋這個大洛馬比較好擋 左邊的話而是控制了礦區 還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從左邊開始衝 衝出來頂進去 看起來伊索比亞的節奏已經慢慢掌握了好 印竹斯坦這邊的防守開始出現漏洞 農田不到60片田 OK 他終於意識到了 漏不夠的問題 剛剛那一波伊索比亞打得非常關鍵 反而伊索比亞這裡的打法還是要偏向一波 會更有優勢一些 這毛兵只有少量的數量 少量去抓火槍應該是夠了 不過這裡火槍數量也很大喔 21隻火槍 這裡一定要死守黃金喔 黃金一頓 伊索斯坦基本上也就掰了 但現在要煩惱不是只有右邊喔 左邊也開始多線操作 衝車開始按 但是人口有點滿 衝車走了進去 前方普利跟城堡 OK 印竹斯坦這裡 繼續噴大洛瑪跟火槍 洛瑪前應該是沒空好喔 損失的所有肉盾 完蛋 這裡伊索比亞應該不用往後了 但後方還有跟城堡 哇 這裡有點難打喔 但伊索比亞真的沒有往後退的意思 直接送光了自己所有的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損失的有點多 但左邊呢 這裡有一隻彎道跑了進去 城門打爆之後又被堵了起來 暫時沒有問題 兩邊的攻防戰打得非常精彩 但是印竹斯坦這裡正式斷金了 火槍出到了31隻 那伊索比亞要怎麼打火槍 很簡單啦 火炮配戰毛 還有槍兵就夠了 暫時不用轉紅金兵了 好 再來伊索比亞這裡有五生物喔 慢慢磨死印竹斯坦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就是打消耗戰跟一波 現在伊索比亞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磨死對手 一個是衝爆對手 好 被衝車往前頂 關掉這台巨頭應該沒問題 還有這個射箭場 哎呀 後方城堡開始修了回來 印竹斯坦有700多石頭可以慢慢修 後方火槍的防守陣地戰打得很好 這個就是之前的三段陣法嗎 一個開完再一槍 一個開完再一槍 社民想要用大衝車突破 但目前好像有機會 OK 衝了進去 衝車要來直接頂爆巨型頭司機了 所以來得及猜中了 來不及 但這個衝車還是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火槍傷害喔 正面攻破 這根城堡也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巨型頭司機還在進攻當中 槍兵也繼續守住巨型頭司機 左邊的衝車再次殺進來 這根衝車守護到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好 全部的彎道總司再繼續躲到衝車裡面 繼續防守 衝民一出來再把彎道放出來 兩邊都在打一個勾心鬥角 你打衝車我就放彎道 OK 右邊的槍兵跟彎道開始突破了回來 正面城堡喔 看一下這裡 這根城堡好像有點難擋囉 左邊三台衝車 而且上面都有彎道總司 但正面的防守開始出現了問題喔 讓印度斯坦有機可乘 但印度斯坦已經完全歸零黃金 這裡趕快拉一堆伐木工 回來補下取況地 或是在後面撒更多農田 按出更多的大洛馬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印度斯坦就會陷入一個被動局勢喔 哇 正面在使用彎道士 大量割開所有的洛馬 哇靠 挖開 左邊的城堡也被三台衝車給點了進去 印度斯坦看來是有點毫無招架之力了 雖然肉三千多肉 但是黃金歸零狀況下不能按再更多的火槍 肉馬按出來一一也不大 哇 衝車一直抵一直爽 左邊的衝車最後還是守住了 但印度斯坦只剩下肉的情況下 能慢性死亡喔 火槍也只剩下少量的六隻 但是伊索比亞黃金又在空下來 而且還有五勝物 印度斯坦直接打出了聚聚 做出了248隻的彎道勇士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伊索比亞拿到了 出了石頭一萬的全部勝利 黃金產出了2890元喔 非常的誇張 軍事方面呢 則是來到了1.34的KD喔 當然沒有關係喔 彎道勇士的價格其實算是 沒有到便宜喔 但是以部品來說 性價比很高的一個單位了 因為30塊黃金比金融還要貴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我們把影片打開 一件事 說明了 aciones 到方便 哎 到方便